而在华人社会常会因为严富慈母的刻板印象 往往也使得八八节节庆气氛 似乎也显得严肃冷气了些 而光复乡公所谓的让平日不苟言笑的父亲们 也能轻松自在的受奖 现场特别设置了VIP甜点饗宴桌 让每位模范父亲上台受奖的表扬 同时台下不少三四代同堂的模范父亲家庭 共享甜点小吃 现场严重热闹 气氛更加温馨 在主持人的唱名下 各村的模范父亲不单单是一人上台受奖 亲友家人也跟着上台 庆贺共享父亲的光荣 现场毫不热闹 恭喜大家 哇好开心哦 来听众我伯伯做模范父亲 很感谢 大家吃主持人 大家知道大家有 谢谢 不仅是台上节庆气氛热络 乡公所特别为每位受奖的模范父亲 准备VIP甜点独享桌 和亲友家人共享欢聚 让平质严肃的父亲们 在亲友家人的陪同下 能轻松自在的受奖 好好享受专属于自己的节庆 也让与会的长官贵宾大大赞赏 乡公所贴心的服务 机会跟所有的长辈们呢 世上最深刻的敬意 你们真的辛苦了 那在这边呢 在此呢 也是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这个长官贵宾 还有所有的亲友好友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华人世界严父慈母的刻板印象 往往也使得八八节气氛 跟着严肃了起来 因此光复乡公所特别在厂部 以及表扬流程上微调创新 让不少三四代同堂的模范父亲家庭 一边受奖也一边享用甜品 欢聚享受天伦之乐 身为一厢支掌 也为一家支主的乡长林清水 将舞台留给每一位末班父亲 也明显感受到 今年父亲节表扬活动气氛 是格外热热欢乐 肯定公所团队的努力 以及地方各界的参与支持 汉夫人连美参与 也给予所有父亲最大的祝福 今天八八节公共相公所 帮你今年度的模范父亲的表扬 不管说模范父亲也好 见谁也好 来居居一堂大家都很高兴 有些家庭来的四个人 祖孙三堂都来了 可以慢慢的 一来一中式父亲节 作为一个爸爸的我 也是很高兴 小孩子中式父亲节 祝天下的父亲一号 五七号 平安快乐是最重要 在相公所精心设计与安排下 不仅让每位受奖的模范父亲 倍感尊荣 也和亲友家人们快乐自在地 共融共享 度过一个轻松自在的父亲节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或订阅